1950年3月4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行 结束了对苏联及我东北各地 为期79天的访问和考察 顺利返回北京 在这次访问中 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形势 与苏联领导人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相关协定 主席 开饭了 湖南人 是 是 是的 正宗的香味啊 湖南哪里人呢 蝉沙东乡颖珠山的人 颖珠山 我去过 江湖七霞传那个作者 平江不销声 知道吗 这 主席我家里穷没念过书 从小就在饭铺里头 给人洗碗插桌子 十年老板就教了我一招 货贝鱼 对 老家超货贝鱼 一招间吃变天哪 那 那您 您慢慢吃着我 迅烧的开水 不用 用个汤 一招间吃变天 一招间吃变天 来 来 来 周总理好 小李子 主席吃过饭了没有 正吃呢 总理 您吃火焙鱼吗 我刚刚吃过 味道很好 这 这稍微辣了一点 那 那我下回少饭的辣椒 主席 主席啊 你今天是胃口大开啊 饭菜已扫光 吃得很香啊 看来我们的饭菜 比克里姆林宫的国宴还可口 离开北京啊 三个多月 今天真正是吃饱了 是啊 主席啊 这是后天我们将召开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 准备的材料 本来啊 这次仿苏收获很大啊 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 为新中俄提供了一个 有利于结束战乱 修养生息发展经济 统一祖国的外部环境 两个大民族两个大国 用同盟条约的方式团结起来 为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 与安全提供了保障 提供了保障 主席 中苏友好条约 是爱国主义条约 也是国际主义条约 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 国家困难 万一有事 也好有个帮手啊 玉门地区再次发现 储量巨大的新油田 好好啊 玉门油田的产量翻了一番啊 这说明 我们横刀立马的彭达将军 搞经济建设 也是一员蒙将啊 他要把西北建政赛上江南 气魄不小啊 回京我们就召开政治局会议 挤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智慧 商量和制定当前形势下 新中国的主要任务 第一 经济建设 第二 解放台湾 解放台湾 中共和苏联签订了条约 现在毛泽东如虎添翼 而他杜鲁门 只会训练浮世 想交财两支船 可他忘了 两大阵营水火不容 毛泽东 怎能容他 干涉大陆的事呢 他这不是 竹篮打水 一场空吗 中苏签订了条约 中苏签订了条约 让杜鲁门的计划落了空 现在美国 对于远东形势的政策 正在朝着 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可能我们返攻大陆的机会 就要到了 经过对国事的分析很有道理 但要记住 我们在静观其变的同时 不可无所实施 是 我马上去找顾祝同和陈诚 商量对策 不着急 所以 不用着急啊 你在苏联待了那么长时间 据你对斯大林性格的了解 他会真正地相信毛泽东吗 就算是有信任 那也只是 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 那毛泽东这次 在苏联 怎么会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我想 如果克林木林宫 不给大陆共军 空军和海军的支持 他毛泽东想进攻台湾的梦想 就不可能实现 那么斯大林的军舰 会开进台湾海峡吗 我会开进台湾海峡 我会开进台湾海峡 你会不会相信这个 我会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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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你的臉,但整個西方的整個西方 似乎說, Mao Zedong被拘捕了 我猜我們的5月的表明 沒有什麼意義 總統,日本的河南,日本 和台灣 都是我們的黃金圓圓在西方 他們很密集的,而且沒有任何適合 现在,中国和共产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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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东西是... Ding 现在是时候我们重复了我们的政策 和禁止这个传统的共产党 在东西的东西 也就是时候那些孩子在的Pentagon 禁止这些小伙子的伙子 醒醒 再次赏了自己的付费 我希望你召召联的特别会 即刻的 好的 我们会召召召召召召群的员的 但什么是 前面的大臣 还有哪里 前面的长官 你说他就召召召召召召召 会召召召召召唤 我认为这种鼻子 我认为这种鼻子 什么地方有这种鼻子 这种鼻子 我不冷啊 你怎么还不睡啊 冒着去今天来电报了啊 再过两天呐 北京要召开政治局会议了 我呢 得在会议上 汇报西北经济发展的这个方案 你怎么下来了 我影响你了 我到那边去 不用 我就是 这床太硬了 硌得睡不着 你瞧瞧 来来来 你看看 我呀 我就是太粗心大意了 是不是 过去呀 睡这个硬板床睡惯了 回头 给你换一个软点的褥子 好吗 拜拜 你呀 顾得上我顾不上我都没关系 就是这次去北京 可别忘了你那几个侄儿 打了这么多年兆 还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 为了这一天吗 放心吧 知道了 早点休息吧 我到那屋去洗 好 来 还请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是 阿姨来了 快坐 爸爸 现在呀 厂子里放假 我想回一趟板仓 去给妈妈扫扫墓 告诉妈妈 她的儿子结婚了 娶了媳妇想起娘啊 二十年了 开会至死 百身莫书啊 顺便 我还想回湖南老家一趟 去看看父老乡亲们 和父老家一趟 给我们秦也回来 她说是真正的 我对你也想回来 你也想回来 想回来 国家一趟 何处都在家里面 想回来 说是湖南有些地方 粮食现时候发生了粮荒 你正好回去了解一下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盈啊 见了乡亲们要有礼貌 年纪大的 北京叫爷爷 奶奶 咱们韶山啊 叫爹爹 艾姐 你这个哑子 什么艾姐 是艾姐 对对对 艾姐 这两个词啊 又难写又难念 这回我记住了 记住啊 你是毛泽东的儿子 不要搞特殊话 老百姓 最讨厌那些百臭架子的人 要入乡随俗 敬老尊贤 晓得喽 爸爸 你还有母子吩咐的 记得帮我 在你妈妈沐闲 多烧一株香 从南昌起义到现在 我们打了二十几年仗 我们胜利了 建立了新中国 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啊 还是很多的 都需要我们去解决 依我看呢 现在的主要矛盾 应该是经济建设问题 解放战争结束了 预计呢 在未来几年 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战争了 这样我们可以把部队的官兵 复原转业一部分 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 一来呢 可以竞兵检政 二来呢 也可以给老百姓减轻负担 这样做也正合十一 是 陈云同志说得有道理啊 现在裁一点 解决军事与财政的矛盾 是有必要的 美国要同时对付 欧洲和亚洲两处 增加了才的困难 即使要打 我们现有的四百万军队 也足够了 我支持 四百万军队嘛 既是学校 也是生产队 经济计划现在还谈不到 刚才陈云同志说得很好啊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 是穿衣 吃饭 点灯 都能自己解决 不解决啊 那就不能工业化 我们西北呢 现在急需修铁路 挖油田 除了靠工人呢 那就得靠 我们这四百万人民子弟兵 嗯 两条腿走路 缺一不可 主席 借这个机会 我向大家通报一下 我们四月解放海南岛 渡海作战的情况 一九五零年四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为了适应整个国家的军事 政治和经济情况 人民解放军进行整边复原 在一九五零年内 有五百五十万人 整编为四百万人 五月 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参谋会议 对整边复原工作 进行研究部署 六月三十日 毛泽东 周恩来 联名签署 关于人民解放军 一九五零年复原工作的决定 主席 主席 好消息 我军依靠简陋的牧船 强渡琼州海峡 十七日凌晨 突破了柏林防线 正在向纵身挺进 解放海南岛 指日可待 还有 小平同志和博程同志来点 进军西藏的二叶十八军 先遣部队五十二十一五四团 已经抵达甘子 好啊 这是双喜临闻哪 双喜啊 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在北京召开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一次中央全会 在会议上 毛泽东发表了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 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 指出 在未来三年里 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有二 其一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土地改革 紧抓经济建设促进生产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其二 就是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解放台湾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 要来攻打台湾 有六十万国军将士 尽忠职守 有台湾军民的热切拥戴 中间还有海峡天倾相隔 共军如何过得来 天倾 在德不在先 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与美方几次接洽为国 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 杜鲁门背心弃义 实属可比 运去京城铁 诗来 铁成京 这已经到了打台风的季节 但今年的台湾 倒是很平静啊 通知前方部队加紧备战 不可松懈 是 这该来的 总贵会来呀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 朝鲜内战爆发 一场对中国 亚洲 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 突然降临 那边 有 大约 最后 你还要应该是 多虚 你还要说 乃至远 你不想要 解决 你能够在那里 都可以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同时建议在海州和开城 召开朝鲜各政党各人民团体 代表会议 商讨和平统一问题 可惜在朝鲜半岛 并没有达成同意 而且三名派去汉城 送交呼吟书的代表 也被逮捕 军委情报部 要加强情报反馈 尤其是美国方面 我看这后面大有文章啊 是啊 来 咱们开个碰头会 好 各位先生 共同长官都认为 南韩国的合作 现在 什么程度 这就根据到 美国的反应 现在 美国安全局局 会订阅 因此 各位 任何人向中共的中心裏 复杞准备了中共在的最后一切 他们可能会失去 尤其是中国共产的共产党业 让他们干扰到自己的心态 I hereby direct and declare that General MacArthur shall ship any necessary arms and equipment to the peninsula of South Korea that are not included in our original 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 I further direct that the Air Force are to evacuate any non-essential personnel and they are to attack and decimate any troops or any air force that moves toward Gimpo Airport and lastly, gentlemen, I dire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eventh Fleet be stationed in the Strait of Taiwan to prevent any attack and to protect Taiwan 人民军已经攻占了开城 离汉城不远了 人民军的动作很快啊 主席 据我军情报部反映的情况啊 一星期前 国务院顾问杜勒斯 去朝鲜活动 参观了三把线 而国防部长 岳寒逊 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则去了日本 建的自然是美国远动军司律 麦克阿瑟 直到昨天才返回美国 其中的原因 应该不会简单 问题可能就在这里啊 就目前双方的军事力量而言 南朝鲜军现有八个步兵师 将近十万人 再加上海岸警卫队 空军部队 警察部队 超过了十五万人 而人民军呢 共有十个步兵师 一个坦克旅 共有十三点五万人 美国顾问网称 南朝鲜军为亚洲之雄 可以抵挡得住 任何人民军的压力 可是我看了 未必 我们反过来想一想 美国人要是帮助南朝鲜 向北反攻呢 这完全可能啊 美国绝不会甘心 自己的利益旁落 干预是肯定的 至于干预到什么程度 我们拭目以待 必须高度警惕 一方不测 OK 谁有一个问题 小女士 正在这里 您的总统 这个战争在韩国上 为什么您送台湾7号 去台湾 这两个事件 似乎不相关 台湾是一部分 中国国际 平台湾7号 在台灣的高峰 保持世界平均 我非常清楚 我送了7號碟到台灣的高峰 為防止任何攻擊台灣 我导致佳政政府柱土地上帝反对中国隐岸 。 印度今日本土地上下空官奖称之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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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战争爆发仅仅两天 美海军第七舰队 急从菲律宾苏比克湾基地离港 驶向台湾海峡 同时 杜鲁门发表声明 公然挑战国际法 干预朝鲜内战 并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 制造中国分裂 形势急剧变化 将新中国推向了风口浪尖 校长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即将进入台湾海峡 子兄啊 说什么 再说一遍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即将从菲律宾进入台湾海峡 你怎么办啊 福音 真是福音啊 金日成也好 里成完也罢 我都得为他们好好地祈祷 事实也会证明 他杜鲁门不会放弃我们台湾 这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 一下子暴露了他的臭恶嘴脸吧 年初的时候 他们是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的 还声明说不用武力干涉中国的局势 现在呢 直接把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 杜鲁门的声明啊 更是破天荒地滑稽 梅西明约 为阻止双方发生冲突 这笔喜剧远远卓别林的表演呢 还要滑稽吗 朱老总这个比喻很形象 满嘴的自由民主 一副七航八十的流氓做派 现在看来啊 他们不但做好了 侵略朝鲜半岛的准备 还绑架了台湾 无视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尊严 这说明什么 说明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战争 就算不是杜鲁门 是什么王鲁门 张鲁门 都是一个样 万变不离其宗啊 主席 贾乡同志来电报了 安蕾啊 苏政方面怎么说呀 莫罗托弗同志啊 希望我们能对朝鲜人民军 积极表态 在外交物资层面 支持朝鲜同志的革命事业 没了 没了 城门是火 羊鸡吃鱼啊 麒丁 Music 现场主要就是 东南部和西部和西部的情况 南部的 Presence 力量 非常大 他们没有下团制庞大 无所谓的监控室 无所谓的充130 也没有困难 南韩国的领导 我们唯一的希望 是保持哈恩河 作为最终的防御 这意味着更多的领导 我们把两个军队移送到韩国际 但是先生 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是美国的生命 这些军队移送到韩国 是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 朝鲜战争爆发 让东北地区 从战略大后方 一下子变成了国防最前线 台湾问题 国防安全问题 发展建设问题 牵一发动全身哪 美国人来世事有用 派遣军队入侵朝鲜和中国台湾 改变了朝鲜战争的性质 亚洲形势重燃紧张起来 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密不可分 要放在一起考虑才行 老虎吃人 不管方便不方便 随时会下嘴的 不可避免 长远来讲 中国革命的成功 必将带动和影响 亚洲和其他国家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 美国作为帝国主义阵营的老大 肯定会阻止这股革命力量的发展 所以啊 中美冲突 不可避免 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不可避免 国际形势的改变 不可能等我们准备好了再发生 夫系祸所义 祸系服所服 该来的挡不住 该去的也难留 我们这个党 我们这支军队 就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下 在国际国内反动派的腥风血雨中 成长壮大起来的 经历过的事情要面对 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也要面对 主席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就要改变思想 面对现实 做好准备 所以我们要 未雨绸缪 防患于未然哪 便被动为主动 主席啊 我的意思是 我们先发表一个圣兵 英雄所见略同啊 圣明先发 要理直气壮毫不含糊 重申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绝不允许 任何外国势力 在我国主权范围内 横行霸道 7月1日 第一批美军地面部队 到达朝鲜半岛 美国全面入侵朝鲜的行动 由此展开 7月7日 美国曹总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组成联合国军的决议 随后 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 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与美国全面部队 Джоу Эн Лая от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еперь меня интересует, ка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могут предпринять американцы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сухопутные силы пытаются войти на Корей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через территорию Японии Они воспользовались тем, что нас не было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ОН и приняли решение номер 84, которое юридически покрывает их агрессию против Кореи Обратите внимание, товарищ Молотов, все резолюции ООН без участия стран нашег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являются незаконными и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ыми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весь мир смотрит на нас Мы должны предпринять какие-то действия Конечно! Необходимо срочно отправить вооружение по нашему договору с Корей Посмотрим, на что способны американцы Кроме того, держите связь с товарищем Мао Цзэдунам Общайте с ним по всем вопросам связанным с Кореей Слушаюсь Ваше было такIANlike, если вы пришедете, наше время и выстрелось Н voulez ohнard? Это надо делать Я создава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urger Радж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родскому Санкт-Петербродаж Принять Маоцкнен 决心大胆啊 兵者鬼刀也 不可不缠 看来啊 俺是欲则利不欲则废 要调整军事战略重心 由东南沿海 调整到东北方向 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军 好的 大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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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决定法 特意 大小子 大小子 小小子 大小子 这一切 我们太小子 你 poster一切 好 那奥 Цзэдун является великим лидером он прошел испыт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его взгляды на военную стратегию уникальны переброска войск с юга на север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мудрое, но и дальновидное решение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создания пограничной стражи на границе трех провинций это надежная защита на границ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итая и Кореи мало того, это может остановить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американскую экспансию и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защита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Китая это еще наша усиленная оборон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поэтому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ы должны поддержать их срочно телеграфируйте Джоу Эн Лайо хорошо что-то неизвестное оборон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发起了水源战役啊 周琦 过着水源呢 就是大天 美军已出动飞机 对人民军的补击线 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烂炸 侦察机还飞进 雅鲁江一线侦察 杜鲁门同意麦克阿瑟 从日本调动两个陆军士 进行地面作战 一部登陆釜山设防 另一部先遣队 以到达大天 美军避其锋芒一一代劳 恩来啊 苏联方面应该比我们掌握更多的情况 摩洛托夫同志福殿 在朝鲜战争问题上 大林同志将不遗余力 真是我们组建东北边防军 好啊 据我判断 朝鲜战争发生到今天 大田之釜山一线 才是日后双方的主战场 而且态势很有可能突然逆转 成立东北边防军刻不容缓 但是 这种战略转移 就把我们原来的部署呢 全部打乱了 如果在东北备战 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 全得抽回来 解放台湾问题呢 势必要催迟 但是 等蒋介石闯过这口气啊 再解放台湾 就难了 这给蒋某人 你们就不用担心了 他扯虎皮 拉大旗 撑撑门面的小动作可能会有 但投机不成射八米的事 他断不干为 倒是他督路门想利用台湾 牵制我们的目的是非常明确 他口口声声说 美军第七建筑力进入台湾海峡 是为了防止台湾反攻大陆 其实啊 他拔不得蒋介石搞出一些东西来 那就看蒋介石上不上这个档了 反正我是不上这个档的 嗯 主席 七家二的四十二军 已经进驻通化梅河口一带 正装待命 从中南军区调十三兵团 三十八军 三十九军 四十军即刻开赴东北 是 嗯 嗯 which will be authoriz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There are soldiers who come from sixteen free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 who have gotten together to fight North Korea's aggression against the Republic of Korea. General, China has issued a statement strongly condemning the 7th fleet entrance into the Taiwan Strait, 叫它变成了变化 您的讨论是什么 您可以问一下特朗普 您也可以谈到我们最近的报纸 去找答案 中国人用的证据很强 您不怕有可能的争论吗 你们可以做什么 战争是中国的功夫吗 主席 林彪和罗仁环建议 有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 改任十三兵团司令员 理由呢 来 这个邓华 可是四爷里头难得的将才 辽舍战役 解放海南都打得相当漂亮 黄饮胜 仗打得是不错 可这个人的脾气 一点就差 而且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不多 目前啊 国际局势比较复杂 在曹县作战不同国内啊 邓华既当过政委 又兼容过军事主观 肯动脑子敢于拍板 军政兼有啊 他比黄永胜更擅长处理 错综复杂的关系 是啊 命令 调邓华立刻北上 担任十三兵团司令员 一九五零年七月三十一日 麦克阿瑟未经美国政府允许 私下闪电访问台湾地区 双方打成了一系列 关于保卫台湾 及美台军事合作的战略意向 将军政典对麦克阿瑟访他一事 大肆宣扬 并且把他与麦克阿瑟 玩手的照片 在显耀的位置 登在台湾日报上 以此向全世界宣示 美国决议 跟蒋介石共同防卫台湾 朝鲜战争事态的扩大 让蒋介石看到了某种希望 这希望就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蒋介石啊 已经向麦克阿瑟提出 要派出一支军队覆朝参战 借此机会 达到浑水摸鱼的目的 我看不是浑水摸鱼 而是图谋不轨 他幻想着朝鲜局势 一旦逆转 北部 他的部队和美军 可以从鸭绿江逼入东北 南部呢 在美军第七舰队 海空力量的支援下 反攻大陆 想来个南北呼应啊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将如何应对呢 杜鲁门还不至于愚蠢的 让蒋介石的部队 加入朝鲜战争 道理是不言自明的 连遮羞布都不要了 美国还怎么去当 民主自由世界的霸主啊 哈哈 糟了 goddamn you mcarther why can't you just die on some battlefield now it's obvious that he's an obnoxious fellow but he was the chosen one and became the american hero but unfortunately the far east still needs that obnoxious old fool that old fool that old fool is more like a bragging 第一次,他告诉我,他只需要两个军队的军队 而这会复杂到整个韩国的关系 然后,两天后,他失去某些地方叫 Daejeon 他要求四个军队的军队 或他会不会担任任何失败 我说,封锁他,封锁他,封锁他 当然,总的,总的,我们必须听到他现在 为什么他必须这么严重? 我们没有送他到台湾 总的,总的,总的,美国缺军队的军队 所以,他想周一共同团队的军队 结果,他们和周一共同团队 做了一套的要设计方案 必须保护台湾和与社会 这次使用了败重感 和那些在掌声里些也减乱的 明明我们的评论 不能够抗论 我们在中国与台湾的关系 关于中国与台湾 他已经失败了他 人民军和美军的第二四式 下落相逢展开了机展 美军的三个主力团均遭受重创 实在抵挡不住 就分成了小谷 四散逃走 市长迪安也只身逃离 至今下落不明 七月二十一日 人民军乘胜追击 发起了第四起站 主攻方向就是金拳和大球 金日成首相的前线指挥所 也已经再次难以 在中州的南部坐镇指挥 他再次强调 除了主力部队沿公路快速抵近 其余采取迂回渗透战术 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快速度 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美军骑兵第一师和第二十五师 情况怎么样 七月二十九日 美军在永同的阻击失败 美军骑医师表现得虽然顽强 可仍然节节败退 而人民军呢 已经突破了邱凤陵 摧毁了美军和南朝鲜部队的 一道道防线 相继解放了金泉 晋州等重镇 目前继续长驱直入 已经冲到了洛东江的北岸 人民军的同志们 很勇敢顽强啊 既要对付伪军 还要对付吴壮东压迟的美军 非常了不起啊 如此看来 釜山是南朝鲜军和联合国军 在海岸边最后一个立交点 落东江是最后一道防线 再后退就退到大海里去了 双方总体力量变化如何 截至八月二日 美军阵亡一千九百人 有九百人被俘 而自开战以来 人民军已经伤亡了 仅六万人 替三次坦克 也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 适应了环境和对手的美军 防御能力必会大大加强 现在双方兵力 都集中到了 半岛南端的狭小地区 人民军已经过了洛东江 目前是处在这片地区 东部是高山阻挡 背后是江水拦截 对于求胜新切的疲劳之时 越往前风险越大呀 主席啊 您是担心 美军会有地深入 毕竟从北打到南 跨度太大 战线太长啊 美军飞机又不停轰炸 后勤攻击 必然更加困难 我更担心的 是这里 万一美国人中部登陆 拦腰切断 人民军可就回不去了 朝鲜同志 正处在节级胜利当中 恩来啊 你要尽快让柴承文同志提醒他们 螳螂谱蝉 黄雀在后啊 好的 主席 容赞 你有什么想法 主席 我现在的想法 能不能立刻派出高炮部队 致牙禄江一线 先确保牙禄江大桥的安全 好主意 此举对确保边境的安全 意义重大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加油 七十四 加油呀 七十五 加油 七十五 你干啥你 七十六 快到八十了 快加油 七十七 七 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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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五 八十五 你都动不了八十了 八十五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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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说啊 你真不行 你爸活着的时候 起步就二白 你就替他吹吧 什么吹啊 我说的是事实啊 没看见 没看见 两个小兔崽子这么跟我作对 儿子 说点正经的 你这个服务员回来有些日子了 派出所工作也不错 赶紧的 妈相个亲 给妈娶掉儿媳妇回来 妈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了 你也知道派出所的工作那么忙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相亲啊 没时间啊 我告诉你 现在相亲娶媳妇就是你最重要的事 其他的全部免谈 不可能 这说不可能 妈 你干吗 妈 你松手 你干什么呀 你就别人家乱了 妈 你松手松手 可能吗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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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 没有 松手 儿子 耳朵都红了 你好爱认识初 我帮你揉揉 赶紧吃 周杰 我们的高炮部队 已经布置到鸭鲁江边了 好啊 让高炮部队 马上和东北边方军取得联系 配合地面部队 保护好鸭鲁江大桥 我马上安排 还有啊 在北京成立炮兵领导机关 我建议 司令员就由陈锡连同志担任 我同意 来 饺子来了 同志 来 饺子 这是水饺 妈可不打的呀 酸呢 酸腿上能不酸吗 来 就这个事 还带着体温的 我们这干人就这么热情 你哪儿人呀 云桑 哪儿 云南 挺老远吧 坐火车一天能到吗 到不了 外地呢 送你一碗饺子 这玩意可得少整啊 整多了 烧些 辣眼镜 我给你摔着 那只能够招侈给他 怎么回事 来 赢钱 是 则算不赢 他说是 赢钱 那只能够买了 不好意思 您是不是 能够买了 您的手机 您到底如何 徐帆 您知道 这么想的 这人民军的战线啊 拉得太长了 美军呢一直在积极 他既不进攻也不撤走 那目的应该只有一个 就是企图在朝鲜的东部 再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做登陆点 采取登陆作战 一举切断人民军的补给线 我们的想法和你不谋而合 杜鲁门对朝鲜虎视眈眈 是不会罢手的 你们的任务 是保卫东北边防 也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 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 务必于本月内 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待命出动 是 来 你给我详细讲一讲 他们大致能在哪个地区登陆啊 我认为 在西海岸登陆的可能性最大 在整个西线 又以这一带最危险 这些人的地区 这种地区 在街上 在整个市场上 我许多 的 这个 用甜又做的地瓜干 大哥子 老邓 老伙计 你怎么在这儿 没想到吧 你不是去东北了吗 我约了人 没见上我不能走啊 那倒过你 你以为我能相信你的话吗 我还不了解你 你那个脑袋瓜子 不一定憋着什么坏脸子的 少废话 走 去哪儿去 走 慢慢说 你看 让我猜中了吧 怎么样 来了 什么重要任务啊 你搞得这么神秘啊 坐 你说 大哥子 大哥子 既然已经来了北京 就不要再考虑 回广州的事了 准备一下 马上跟我去东北 不行啊 我这次军京啊 是奉着叶三座的命令 专门到中央军委啊 情之事务并章的问题啊 这叶三座还等着我回话呢 我总得 赴完命再说吧 叶三座这边这个话 会有人替你回的 会有人替你回的 现在情况是这样 十三兵团这几个军 都在鸭绿江边陆续地 布防到位 一到了东北 我叫去朝鲜前线 去了解情况 这么多的部队 得有人管理才行啊 可我一点时间准备都没有啊 准备什么呀 上车一边走一边准备就完了嘛 吃了饭咱们就出发 走 这是车票 我这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 你把我带到东北去 你说我 不是 老伯爵 你现在这个人 怎么变得这么啰嗦 不是 不是 没有上方保健 我敢带着你随便到处乱走吗 行了 监视上级有命令 我检定服从安排 你的绑架我认了 邓司令 洪副司令 请上车吧 你瞧我怎么也在这儿 你知道我今天到啊 报告洪副司令 我是和邓司令员 从汉口直接过来的 那这么说 你早就知道 他今天要绑架我是不是 为什么不打电话向我汇报啊 我要处分你 我 这 检定员 你看 你看我干什么 你个作战科长 这点事都办不明白 来 给我老师交代 洪副司令 天太热了 先喝瓶气水吧 你少跟我来这套 一瓶气水就打扶我了 来 老伙计 不能以大欺小哦 上车上车 去 去 洪副司令 一路辛苦了 没有诚意啊 打开啊 是 请 好喝 这是特意给您买的 行了 看在汽水的份上 我今天饶着你 不过你要记住啊 以后 试试要向我汇报 不能瞒着我 知道吗 是 洪副司令 这可是邓司令员啊 特别要求的 你不许我泄密啊 我知道 跟你开玩笑呢 来 您喝 接受的 走 请 我站在陈老 观山极 坐好了啊 嗯 姜 别看了 死气 没紧 我怎么又被姜了 你俩个真精神啊 不困哪 困哪 不让睡啊 不杀他个三盘五盘 不服啊 小周 您这个毛病都改啊 在我这儿 你们重大的情况不报 在邓司令这儿 气得不服气 那哪行啊 你这思想有问题啊 黄副司令 这我哪敢哪 这 其实吧 邓司令员在下棋的时候啊 脑子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 他是一边在琢磨棋 一边在 思考着东北边防军的事 我不过是给司令员 当个药引子罢了 老邓 一边下棋 一边想什么呢 我在想啊 邻居家已经打得这么热闹了 我们不可能总隔着 楚河汗界看热闹了 这肯定不行 这 恐怕我们就得 这是将军的事 这能因此 今天是要替我 According 行 现在 十este 对 你总共军 por 虚 mob 虚 landfill 培 我说了吧 这东北够凉快吧 没想到这么冷 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 咱们过这个冬天 打仗 打的就是后勤保障 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胃 东北局压力很大 这回明白了 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绑到东北来 钱抬下来 由大哥顶着 谁让我叫洪大哥 没问题 我顶得住 好 十三兵团第一次军事会议之后 全军都开始了政治动员 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东北局会全力支持 绝不偷后退 好啊 实不我待 有备方才无患 这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这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我们最好的选择 根据目前情况分析 迈克阿瑟还需要一段时间做准备 估计最快也要等到下个月 才有可能开始登陆 我们仔细研究了 有关仁川岗的海情资料 发现九月份将会出现三次大的潮汐 只有利用涨潮期间抢滩登陆 才是最佳选择 否则 部队会陷在长达两阳点的黎沙里 无法自拔 成为活靶子 我们核查过连川岗的历史资料 九月十五日 十月十一日 十一月二日 但是十月以后的悬海潭和黄海 由于季节性的季风猛烈 不适合船只登陆 所以极有可能是九月十五日 迈克阿瑟不是省优的登 安莱 尽快向金日成首相通报 美军很可能在仁船登陆 勿请他们加以防范 好的 目前你这两大事已经到了朝鲜 我马上给他发联报 只是朝鲜人民军 他们正抱着胜利在望的心态 我们的提醒 能不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 这就难说了 行事不容乐观 要电告十三兵团 让邓华加紧准备 一定要在这个月 最迟不超过九月底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好 来 来 随着这个参谋长谢芳同志 政治部主任杜萍同志的就位 我们新十三兵团这四梁八柱 就齐整了 也正式结束了我跟老红这个 光杆司令的日子 没错 我们现在啊 司政后各部门都有主心股了 否则 您让我们这两个司令员指挥谁啊 那是 参谋长 你这变才 我是早有人问的 老谢 你这能言善辩的能力 在咱们整个四野都是出了名的 那要不要 那是啊 要不是怎么叫他谢铁嘴呢 邓司令 洪司令 您二位这么说 我都不敢开整工作了 听参谋长的话 有点威胁司令员的意思啊 主任 做人要厚道啊 Marx 是 是 大 百里的 武力 是 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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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注意点安全啊 水 大家都注意点安全 老乡 老乡 小心啊 注意安全 小心点 快来点人 赶紧的 再弄水 快点 怎么了王师傅 小三姐 我孩子还在里面呢 孩子还在里面 谁啊我孩子在里面呢 你先别走 一二三 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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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怎么了小瑟 林立 林立还在里面 林立在里面 少许拿出被子来 我孩子 你先离 我师傅 别上去 孩子在哪儿购物呢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我先别进去太远 被子 快来 快来 小瑞 睡 都甩 咩咩 吩咩 得上枪 相云 小心 爹 小人 你小心啊 孩子在这儿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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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快来快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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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啊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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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医生 快跑 医生 阿芳 快过来 接着包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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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医生来了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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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怎么样 得去医院 去医院 快去医院 我那儿有车 快快快快 走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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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不要改车 让 刘伟 让开 刘伟 快 快 快 慢点 快快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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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这是眉目张胆啊 老邓啊 我们不能再忍了 我们马上给中央军运发布 敌人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 这说明了美国傲慢自大 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今天发生的事情 我认为必须马上抗议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便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我同意 马上形成电文 把我们的建议上报给中央军委 是 我马上安排 参部长 看见了吧 看来我们这个备战 这个目的性 应该越来越明确了 是啊 美国人是有点特色无极大了 何此外 我们是不是应该 将军委请示 继续增派部队 老邓 以我看呢 咱们马上向中央军委 和毛鲁去汇报 催促一下 咱们边方军的三个高炮石 要尽快全部布置到位 咱们就摆在鸦绿江边上 见着美国飞机 来一下打一架 不管怎么说 主席先前预判的哪个局面 现在已经出现了 看来我们将来要面对的 这个环境了 不管困难 还很复杂 好 那边看看 八月二十七号这一天 美军竟然连续五次 越境轰炸过鸦龙江地域 和安都地区 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 我已经代表外交部 向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好说法 说来说去 就是误诈 赔偿 要求原谅 本来啊 单单抗议是不够的 但是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 还以颜色 没有意义 未来我们每天 都会面临着 挨炸的风险 朝前人民军和美军 在落东江一带 已经相持了半个多月了 再想速胜 难咯 现在不是速胜的问题 而是如何防备美军反扑 断了后路的问题啊 恩来啊 你把敌人在朝鲜人民军背后 登陆的风险 再向苏联和朝鲜方面通报一下 提醒他们 务比密切关注美军的动向 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 另外 我们要加紧督促东北边防军 加强战备 还有东北的工业 不仅要积极防控 也要考虑适当迁徙 主席的意思是 要派个顾问团 去朝鲜走一趟 看看美国人的招数 人家现在 已经越界打到我们土地上了 来而不往非利益 我们的东北边防军 是不是也可以牛倒小事啊 是啊 主席 邓华和洪薛志他们 早就准备好了 要派侦察兵 到朝鲜了解情况 收集情报 已经到了这个关口 我们该下决心了 朝鲜一战 如果美帝取得了胜利 那他们就会得龙妄暑 威胁到我们 日本当年就是从朝鲜开始 一步一步蚕食中国的 尝到甜头以后 索性全面侵略 打你个国破人亡 残痛的历史教训 绝不能重演 是啊 如果朝鲜人民军 将对世界和平不利 从目前局势看 必须加上中国因素 中国因素加上以后 不仅会对朝鲜局势有变化 远东地区的局势 也会有变化 对远东和平有利 也给维护世界和平 增强了积极力量 我想过了 本来啊 上门欠价没有用 苏联代表回到安理会上 不是搞了个和平裁军的方案吗 美国人不买账啊 我们现在还是可以观望一段时间 但观望归观望 思想上行动上 都必须下定决心 主席的意思是 有些话只有少数人听到不信 要让全国人民 全世界人民都听到 政治动员至关重要 要唤起人心 没有人心一切都是空谈 是啊 主席 我和容真同志尽快地 研究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 另外 邓华 洪学志他们 认为如果我们入朝参战 十三兵团要整剑制地过疆 为了避免敌人切断后动 那么安东方面 这需要后系部队的助手 我的意思是 可否将中南军区五十军 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这样一来 已经集结到位的 东北边防军的四个军 随时可以跨过鸭鲁江 好 阿姨 您好 好 请问这里是郑瑞同志家吗 是是 是郑瑞家 他不在家出去办事去了 阿姨好 我是郑瑞的战友 我 连长 钱 钱木枝 连长好 连长好 阿姨好 阿姨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是 郑瑞在家里常常提起你 他出去办事 可能马上就回来了 进屋等他 好 谢谢阿姨 来来来 快进来 找出很成功 但是自己伤口一定被让他发炎了 行 你们先去忙吧 新医生 这么巧啊 在这儿都能遇见你 缘分哪 在医院碰见医生不是很正常吗 我就是来找你的 我想请你 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 不用客气了 抢救孩子是应该的 那不行 我妈说了 几位救伙同志一定要请到 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 我妈还说了 一个都不能少 你要是不答应 我找我妈亲自来请你 地址 那一会儿见啊 来 来 屋里有人吗 有人 有人 你找谁呀 你好 阿姨 我叫李永明 是名宣传干事 想采访一下 烈火中救人的震锐同志 采访 震锐出门办事了 不过他马上就回来 今天那几位救活的同志 都来我们家 真的 真的 那太好了 阿姨啊 我先出去办点其他的事 一会儿就回来 好的好的 阿姨再见啊 同志 你可记得一定要回来啊 您放心吧 阿姨再见啊 好 再见 采访我儿子 交上报纸了 来 多抱点啊 我把人给你叫齐了 来的人可多 你看谁来了 连长 连长 今天你太高兴 想死我了 儿子 儿子 那个有一个川天庄的 部队的宣传干事 说是要采访你 采访 采访我干什么呀 你是救火英雄啊 我再出去买点菜 连长 领上来吃饭 我给你做好吃的 你们俩聊 好嘞 阿姨 你们聊 好嘞 连长 好嘞 行啊你啊 还这么壮实 每天都有恋哪 看你在家里 日子过得这么美 肯定不想回不对了 我还是走 别别别别 列长 来 坐坐坐坐 快坐下 列长 你是不知道 在地方上工作 那是有多无聊 每天不是巡大街 就是在办公室里看资料 把人都给憋坏了 那香菜不对 那生活才叫一个痛快呢 想回部队啊 走梦都想 听着 现在咱们四野地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四十二军 已经集结到了东北地区 组成了东北边防军 在中朝边境部防 咱们三十八军 已经驻扎到了铁岭 正在做战前动员 要打仗 周睿 你复原之前 是咱们侦察的骨干排长 现在 部队需要你马上归队 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什么任务 暂时报名 明白 听着 你马上处理好家里的事情 三天内就得出发 能做到吗 能 好 坐下 你想没啥呀 连长 我兴奋的 你想 我马上可以回部队了 而且这回打得还是美国鬼子 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你说部队 为啥之前非得让你复原呢 多可惜呀 可不是呢 好了 爸 我走了 连长 留下来吃饭呀 你都答应我妈了 我还有任务 你给阿姨好好说说 好 明白 走了 我送送你们 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饺子多吃点 我妈包饺饺子 全安东滴 来来来来 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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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 这儿还有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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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 狼子野心 阿姨 我来了 李干事啊 救火的几位英雄们 大家好 这是那个宣传干事 李 李干事啊 对 我们见过 要来采访你们 给你拍照片的 一块吃饺子吧 阿姨 就不吃饺子了 咱们抓紧时间拍照吧 要不一会儿外面没光 就拍不了了 这饺子还没吃呢 拍啥照片啊 这位同志 明天报纸的版面 可给你们几位都留好了 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啊 真的 李干事说得对 就是先拍照片 对吧 这是光荣的事 饺子一会儿再吃 又不会飞 是吧 听我妈的 来来来来 快来 一会儿再吃 不是 你找什么 发谎啊 就你家这饺子是暗中第一吗 全国第一啊 老乖老孙那样的 妈 夸你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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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会儿多吃点 一会儿再吃 来来来 快快快 等一下 哥 那我也拍一张吧 但是我们也拍一张吧 可以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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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李干事一起来吧 我 来吧 来吧 一起吧 再加高点 来 你看这样行吗 看一看 可以 我给你 相都照完了吧 来来 快进来吃饺子 别凉了 进来吧 来来 快来 吃饺子了 李干事 你坐这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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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干事 坐坐 李干事 阿姨 您先坐 坐了 赶紧吃 别凉了 阿姨 我得先走了 英雄们 咱们下回再见 我也得回医院 阿姨 我得回不对了 我也走了 好 阿姨再给你们包饺子 咱们下次再吃 肯定能吃上 全国第一的饺子 好好好 注意安全啊 小心啊 开跑 快 哥 哥 妈 我也得走了 我知道 小五看见秦连长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很快就会离开家了 妈 去吧 放心地去 两兵千日用兵一时 这个道理 妈懂 妈 哥 我走了之后 照顾好妈 不行吧 哥 妈 妈 哥 9月15日 迈克阿瑟亲自指挥美帝十军七万余人 实施人川登陆 美帝八集团军司令沃克 指挥在洛通江战线的十个师 于第二天开始反攻 朝鲜战局由此发生逆转 人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 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我和容真同志商量了 我们东北辩方军要随时准备 面对最恶劣的局面 东北军需是不是来过一份电报 说后勤部要派部分军事干部 入朝实力考察 是有这回事 这件事现在可以做了 崔会长 你好 陆成风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来 来 来 进来 收拾 收拾 你就是陆成风同志吧 是 收拾 是 收拾 你就是 报告首长 三十八军一一一二十三小五团 原侦察连一排长 郑瑞向您报告 你们两个来了 我们的任务就有底了 大家坐吧 同志们的一手资料 我已经有了 郑瑞同志是三十八军的 陆成风同志 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 他是五十军 一四九师 四四六团 二营四连的特等射手 陆成风同志 在战场上当狙击手 从来都没有试过手 听说 你两百发子弹 击毙一百八十个敌人 对不对 报告首长 是一百八十五个敌人 一百八十五 真的假的 太牛了 总之 同志们都很优秀 中央已经批准 派五人观察组 入朝做实力考察 为大部队后续的行动 做准备 主要考察的目的是 大兵团过疆后的 后勤保障问题 记笔记啊 用这儿记 明徙 交给我吧 长部长 东西都放好了 人也都到齐了 好 我们出发吧 好 报告 罗长 我找郑瑞说几句话 好 你们说 谢谢罗长 连长 您怎么来了 我特意过来嘱咐你几句 一定要保护好罗长的安全 好好配合同志们 完成任务 放心吧 连长 过几天我就要回铁岭了 你要是给咱们三十八军丢人 回来我可饶不了你 保证完成任务 去吧 注意安全 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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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安全 就像我们下车 走 调查 不过 罗人下车 罗人下车 就像我们下车 不过 无论 人下车 对 来 主席 尼大使发来了电报 解决成首相 解鉴了尼大使和财臣文统治 并请他们转告我们 根据他们的分析 美军人传登陆的军队 当然有一个诗 而朝鲜人民军 只有新组建的两个团 无作战经验 战斗力弱 后续部队不能及时赶到 美军人传登陆的部队 已经逼近了汉城啊 人民军准备长期作战 正在左手逐舰 使着十五个新兵士 我估计敌人在人传方面 还会增加兵力 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 切断朝鲜南北交通 向三八线逼近 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 三八线以北 进行持久战 才有可能重新赢得 战场的主动 是啊 主席 那我应该怎么回电 再考虑考虑 尼大使 周总理来电 好 好 李智亮同志 二 请将我们的几点建议 转达金首相 一 你们的长期作战思想 是正确的 二 现在的中心任务是 在坚持自力更生 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 保存主力 三 如果敌人占领汉城 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 走 马上去见金首相 好 几乎继跃 尤其是 尤其混乱 在这边创属 臣子 内部长 将军军 军军前面 这位是尔子 对 尔子在联面 发生了我们的仪寅 我们的宫队 是Tekov'im Tovarish Tekov prosil передать их письмо о помощи Что сказал Kim Ersan? В случае, есл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войска перейдут 38-ю параллель то он прос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Если же по каким-то причинам мы не можем это сделать то он просил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китайским товарищам и оказа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с их сторон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Соединённых Штатов находятся в Европе наши тоже Мы не можем всё просто так оставить мы должны сохранить страны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от разъединения Кроме того, может начаться Треть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это может сказаться на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и недопонимания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Поэтому, товарищ Вишинский срочно обратитесь к китайским товарищам если американцы перейдут 38-ю параллель мы просим их ввести войска для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предоставим им воздушную поддержку хорошо,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это не делся над собой из из-за тех, кто-либо и нас, мы сейчас уже начинаем вот это из-за тех, кто-либо Сейчас мы сделали наоборот,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и доставлены и полице, мы просто сейчас военную плату с тех, кто-либо 海军兵力五万九千余人 三八戒是到坎儿啊 我们可以找印度大使潘尼加 让他带话给美国 不要低估我们中国人民反对 美帝霸权的决心 这个都罗门还耍花招啊 他穿梭着 安理会的有关国家 搞了一个八国提案 企图为联合国军占领朝鲜 提供法令依据 这次被苏联一票否决之后 并不死心 他们将八国提案 直接送到了联合国大会 准备由他们控制的大会 投票通过 好一个势强凌弱 恩兰 明天就是新中国诞生一周年 美帝国主席送给我们的 生日礼物分量不轻啊 是啊 苏联方面什么态度 卫星司机发来电报了 他向苏联方面求援 万一美军跨过了三把线 希望斯大林同志能够直接地 给予军事援助 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 地方化 万一局势恶化 希望我方入朝参战 而苏联方面呢 提供空中的援助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 我们不管 过了三八线 我们就一定得管 总裁马克奢尔 是否真正确认 英雄尔登 是个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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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国的美国 所以如今, 首席国家的国家, Seoul开始改变它的重力 General, 什么是你的领导? 你很快将来来, 准备了金领导, 领导他 他家偷偵 дел 如果他不 我族 会在三往游戏 而在雅努被导致 我再 Launcher Д print 你想 Statニック 说キ c人 和 Whitaker 在这下行动 不 中国人 sting want to get involved in this war there are not industrially part or enough to do so and as for the Soviet Union the 38th Parallel is merely a line on the map but according to the Reuters General Walker Commander of the 8th US Army Luciano will stop by the 38th parallel and wait for further instructions from the UN 您等待同样的预告? 我没有等待, 无论是军大军的预告 都是一个许多的意义 我全都知道 是巴ire业的远远向南 会通过到北京的远远 未来的发展是什么? 你似乎有什么预备的预备? 你似乎有什么预备的预备? 这就是国家的秘密, 我没有更多讨论。 但我可以告诉你, 预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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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似乎有什么预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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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请高岗同志接电后 即刻动身来京开会 二 请邓华同志 命边方军结束准备工作 按原定计划 随时待命出动 是 文蕾 你在给尼智亮的回电中 加写一段话 要他转告金首相 尽可能想被电切断的军队 分路北撤 凡是无法撤退的军队 应该在原地坚持打游击 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好的 今天的会议不做记录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言者无粹 闻者听之 明彪同志 你对东北的情况比较熟悉 你先讲讲 主席 我谈一点个人意见 朝鲜的战略地位 无论是对国际社会的两大阵营 还是对新中国 都是十分重要的 可是要是出兵嘛 还需要慎重再慎重啊 我们国家打了几十年仗 现在是千疮百孔 台湾和西藏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西南西北还在剿匪 国民党特务蠢蠢欲动 再说了 战争嘛 打的就是国力 我们国家的年工农业产值 才五百多亿元 钢的产量才六十万吨 而美国的工农业产值是 一万五千亿美元 钢的产量是八千七百万吨 也就是说 我们生产一年的钢 他们三天就弄出来了 打下去的话 吃不消 朝鲜战争打不打 毛泽东心中基本有了决断 但怎么打派谁打 是毛泽东此时此刻 正在思考的问题 林彪的讲话令毛泽东失望 朝鲜战争挂帅的人选 要重新考虑了 怎么 怎么都不吭声了 在座里各位 这都是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 大家无论讲什么怎么讲 我相信都是对党 对人民 对新中国的高度负责 共产党人 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嘛 大家尚所欲言 主席 咱们国家好多地方 土地改革还没有开始 元气也没有恢复 有些地方 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 咱们跟美帝的战场上 还从来没有交过手 万一顶不住 那可是得不偿失啊 美军在军事上的优势 我想大家都清楚 尤其他们有原子弹 朝鲜只有几千万人口 而我们国家呢 有五个亿啊 为了救朝鲜 打烂一个新中国 不值得 我负疑 不光是在国力上的差距 我们在外交层面上 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美国 有联合国给他们呈要 他们可以调动 国际社会上的力量 来孤立我们 甚至在经济上制裁我们 这对我们的影响 那是不可估量的 大家要抽烟的 要喝水的 自己动手奉一足尸啊 刚才你们几位同志的顾虑 都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大家看一看 现在的国际形势 美帝国主义一家独大 一手遮天哪 甚至连联合国都被他操纵了 如果这个世界 只有一种声音 一切都听美国的 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呀 大家想过没有啊 这么一个强大的敌人 如果控制了整个朝鲜 那我们卧榻之策 每天都会传来 山姆大叔打呼噜的声音 大家不觉得难受吗 我们的困难是不小的 但是为了我们日后 能够睡好觉 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能有几十年的和平 发展的时间 我们应该付出这个代价 应该冒这个险 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啊 这事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主席说怎么搞 就怎么搞 那可不行啊 天大的事 可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呢 我看今天这个会开到这儿吧 美林大事有静气 大家回去慎重考虑一下 咱们改日再议 散会 好 好 集气总场的书记同志 你是给我带来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啊 爸爸 不 报告主席同志 我们集气总场经过公关 已经解决了问题 你看 好 这个呢是耕地的梨刀 这个是灌溉用水泵的泵管 水泵里头的铜液轮 这些呀 都是咱们北京机器总场生产的 头一批合格产品 太好了 这么短时间 你们就解决了问题 这说明 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嘛 只要有了人 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作出来 爸爸 您说得太好了 爸爸 有件事情 我想问你一下 朝鲜战争打了几个月了 现在局势怎么样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现在 局势是越来越严峻了 安盈啊 你有什么看法啊 我觉得 如果朝鲜失败了 与其到时候 我们被动防御 倒不如现在 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 去帮助朝鲜 改变战局 有人说啊 去年新中国刚成立 白费带兴啊 咱们党也是立足未稳哪 美国从经济到军事 都比我们先进 这仗真是打起来 万一陷进了泥潭 得不偿失啊 是 物质层面上 咱们确实不够强大 但是 我们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爸爸 只要人的精气神在 什么困难 都是可以克服的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安盈啊 你在基层工作 周边的人 都有些什么议论哪 他们中有些人呀 不愿意参战 我看呀 他们是得了孔美症 软骨病 他们忘了您曾经说过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都是纸老虎 老虎 美帝国主义是指老虎 也是真老虎啊 爸爸 有副队联你还记得吗 有智者 适境成 破釜沉舟 百二秦官 中属楚 苦心人 天不负 卧心长胆 三千月甲 可吞吾 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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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政府想要 为您的航空 代表他这种行业 要领导 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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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ll lead the Eighth Army to north of the 38th parallel launching a series of attacks along the line of Ke Soum, Tibetan one and Pyongyang to finally capture Pyongyang I lead the 10th core for an amphibious landing at Wantsan We'll meet up with the Eighth Army in the north and form an encirclement Sir … As far as I know, the 1st Army Group of the South Korean Army is advancing very fast along the east coast towards the north. They haven't met much defense. I can be sure they will have captured Wansan long before the 10th Corps can board ships and complete the long sea voyage around the peninsula to Wansan. This would make the amphibious landing meaningless and would lead to the dispersion of our troops. It would be better to join the 8th Army and the 10th Corps should be joined together to advance forwar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I'm sure you're aware that the 8th Army is in need of reinforcement while the 10th Corps is in the highest morale. They should not be forced to leave the front line, board ships at Incheon, sail all the way to Wansan just- Jenner Walker, sit down.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Our supply in Seoul is not sufficient to support both the 10th Corps and the 8th Army at the same time. That is why we need to find and establish a new port on the east coast. Am I clear? Now Incheon as a port is greatly limited by the tide as we know because of its daily freight volume of only 5,000 t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railway between Tucson and Seoul has already been destroyed by the war. These are the reasons why Wansan is our best choice. Now tactically from Wansan, we can also apply additional pressure from their flanks as we're attacking Pyongyan while also securing and safeguarding our passage on the east coast of the peninsula. Therefore,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take Wansan. After the 8th Army and the 10th Corps successfully meet up in the north, I'll return command back to you. Now I want you to execute my plan. You're the top war zone commander. I take my orders from you. However General,I am obligated to remind you. Your operational plan must receive approval from the Pentagon.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Joint Chief of Staff. I wish Bradley would dare to pick apart my plan again. But unfortunately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since Incheon. This time, Bradley, Marshall and Truman have all given me the green light. You don't worry too much,Walker. You don't worry too much,Walker. 听说金首相的特使已经到北京了. 是啊,他急着要见你. 而且南朝县的部队已经从东县越过了三八千. 金首相的特使这一次来话是来要人的. 家乡同志来点说,苏联方面希望我们中国在东北亚, 乃至整个亚洲的革命事业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斯大林怎么说? 斯大林同志认为, 此事中国出兵是最好的选择。 是。 不, 你都思变了厉害, 能不能别人的意念吗? 我是否同志认为, 你才能 particle深的来的? 承受和心一块… 是 特使通知 请坐吧 好 新中国成立一年来 对朝鲜的大力支持 是有目共睹的 我代表朝鲜政府 感谢毛主席和中国人民 在国际社会上 对我们朝鲜的大力支持 全世界的革命者 都是一家人嘛 对于朝鲜人民 独立的解放斗争 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 中朝两国 唇齿相依啊 但是 现在美国人查进来了 我想 我们也应该团结起来 把美国人给赶出去 这不仅是朝鲜的民族独立 也是亚洲革命运动的旗帜 现在 朝鲜的局势十分危急 南朝鲜军队 已经越过三把线了 最近 我也是彻夜难眠哪 按照现在的情况 在战术上 我建议金日成手下 把人民军分散为多支小分队 牵制敌人北进 主席的话 我回去后一定转大 毛主席 这是金日成手下 给你的亲密信 我们现在需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 直接出动 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和全国一样 他用来 他的转账 主任 助任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把线 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 主席来电要求我们 要做好部署工作 随时准备出征 美克阿瑟下了最后的通牒 看来美军越过三八线 那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尽快确定渡口的位置 邓子领员 工兵部门已经实地勘察过 目前吉安 长殿河口 安东 三处都有桥可以通过 咱们了解的情况 美军也一定很清楚 他们很有可能 炸毁现有的桥梁 所以我觉得 为了防唤于未然 还得去鸭落江 把情况摸得更清楚 看看有什么地方 具备驾驶服效的条件 双管齐下 确保部队能够安全过强 韩副司令想得很周到 咱们再请高首席配合 动员鸭落江沿岸的 百姓支援 有船的捐船 无船的扎牌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 祝个人这个方法好啊 那是八仙拐 各显神通啊 总之 我们就是要严格地 按照主席的要求 在十月十号之前 必须做好一切 赌匠的准备 现在做好的准备工作 我回来之后啊 立即研究一下 朝鲜的战局情况 还有部队的开进方案 是 我要的美军编制情况 报告参谱长 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的 够三宝 拿给我 是 来 给我吧 作战处的前期准备工作 非常重要 三个渡口 一定要摸清楚情况 越详细越好 为了防止 敌军轰炸桥梁 我们肯定要架设浮桥 那么鸭路江河段 哪一块水最浅 适合架 都要搞明白 比如说 长殿河口 你们一定要亲自下水去试 总之呢 所有的事情 都要计划在前面 明白吗 明白 团队长 我已经通知了 公民团的同志 马上就去长殿河口 进行实地勘察 这样最好 去吧 是 老马 老马 队长 这些同志 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 现在归你领导了 是 啥意思啊 意思就是 十五分钟 立刻收拾行李 跟我走 妈呀 我正要上茅房呢 你这十五分钟我拉不完呢 拉什么拉 过来 是 师傅 这从全军旅挑选优秀驾驶员 执行重要任务 要说开车 我都是您徒弟 您不去谁去 非得我去吗 我倒是想去 可团长点的就是你的名 赶紧去宿舍收拾行李吧 收拾啥呀 就在车上呢 为啥 该过江了 没几天 真的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要爆炸了 你想 刹军 立正 咱们今天 要几位给兵团首长开车的司机 这项任务 非常艰巨 但也非常地光荣 首先 要思想好 政治上过硬 其次 要胆大心细 不怕飞机轰炸 驾驶技术要好 咱们排 接下来的训练任务 有这么几项 第一 小汽车的前锋挡玻璃要放倒 大汽车的要撑起来 因为冬天啊 马上就到 一旦双冻结冰 前锋挡完全看不见 所以啊 要适应敞开锋挡开车 记住了吗 记住 第二 车膀子要放倒 这样啊 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 你别开玩笑 要是飞机飞到你眼前才发现 那可就坏菜了 你就等着挨炸吧 第三 要当猫头鹰 什么是猫头鹰啊 就是黑夜能看得见 既要学会迅速避灯 躲避过往的车辆 还要啊 熟悉避大灯 开小灯 在崎崎山路上行驶 甚至啊 还要在完全关灯的情况下 把车开得飞快 同志们 能做到吗 能 首长 我讲完了 请您做指示 同志们 辛苦了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技术兵 我也指示不出什么 我今天来呢 是给大家鼓劲的 等司令员呢 对我们的后勤工作 非常关心 但我们的后勤工作的 重中之重 就是你们这些汽车兵 你们要是出了问题 我们的后勤工作 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刚才呢 当科长的话 我是听明白了 你们汽车兵 非常不容易啊 开汽车怪可怜的 你看 你们这个汽车开的 前面没有挡着 后面没有折着 上面没有盖着 下面没有捂着 黑灯瞎火呢 还在满山遍野地跑着 遇到敌人的飞机 还在躲着 难哪 但是 越是在这种困境下 越能考验 我们大家的驾驶技术 所以呢 我们平时 一定要抓紧训练 这样才保证 在战场上 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好了 我就不多说了 趁着天黑 我们大家 练起他吧 解散 解散 解放军女天 是明朗的天 解放军女人 命好喜欢 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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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叔叔带我去看戏啦 是京剧赤壁里面 舍战群荣那一段 娇娇在苏联长大 看京戏虽然看不太懂 熏陶一下也是好的吧 我看得懂 就是孙权联合刘备 打曹操的故事 那你说 孙权是该联合刘备 还是联合曹操啊 曹操是坏人 当然应该联合刘备打曹操啊 诸葛亮舌战群儒说服孙权 那靠的还是关羽张飞和赵云 是啊 狭路相逢 勇者胜 前怕狼 后怕虎 还没出头就输了三分 这仗还怎么打 怎么赢啊 恩来啊 我正要找你 明天派专机去西安 把彭老总接回北京 参加四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兵朝鲜这件事啊 实属事关重大 我的想法是 目前朝鲜的战局迫在眉睫 拖得时间越久 我们就越被动 而且朝鲜方面急切地希望我们 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决议一个结果 要是出兵的话 四爷最合适 一 我们四爷的几个军现在就在东北 进水楼台 二 朝鲜的气候和东北相似 也不至于水土不服 从军事角度来说 我同意出兵 从政治角度来说 出兵朝鲜 有利 有弊 利 保卫了朝鲜革命果实 捍卫了中国国际地位 也是拱卫了中国东北的妙照 B 则是引起和美国的全面战争 泛美赤城还把锅给砸了 所以我想 我们是不是可以出而不打 这样既保卫了东北屏障 也避免和美国擦枪走火 这种姿态咱们要不得呀 林彪同志说到政治角度 我认为共产党人的政治角度 只有一个 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只是插了一嘴 大家接着意 各输己见 好 林总 你头痛病又犯了 老毛病了 周琪 唐老头来了 周琪 我请 子龙 郝总 请 郝东丽 是呀 胖老总 会议下午三点就开始了 来不及等您了 主席可就叛您来呢 快走吧 好 辛苦了 稍后 稍后 来吧 主席呀 胖老总到了 大家好 大家好 一路辛苦 还没顾得上吃饭吧 主席 主席 备饭 是 我们请你回来很急呀 可是没得办法 杜罗门搞得我们是寝室难安哪 主席让我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立即进京 今天开会你得发言哪 胖总啊 一路辛苦 来 坐 小平你坐 坐 主席呀 我现在满脑子可都是这个 西北经济发展计划 朝鲜入朝这个事情 我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 这样吧 主席 我先当个小学生 我听听大家的意见 好不好 好 根据法新社的透露啊 美军结束朝鲜战争后 将去保护亚洲极为重要的地区 这些地区包括台湾和印度之纳 果然如此的话 这将逼使我们在台湾和越南与之较量 既然美国选择了三个 中央已经决定出兵了 还没有最后决定 没什么 有不同意见吗 这毕竟是个大事 弄好要出乱子的 理由是朝鲜 应该深谅 不利于美军机械化运动 方便于我军打运营 而且 你哥勒劲了 也方便于苏联对我们的援助 老大哥的援助 那也是不能少的 高杠 不要开小会嘛 我很想多听听你的意见 我们已经打了二十多年的仗了 现在刚刚解放 元气还没有恢复 如果再打的话 恐怕经济上负担不起 等我们的工业发展了 武器装备改善了 特别是我们的海空军建立起来了 那个时候再打 恐怕 我们的把握会更大一点 我们的准备不够 美国的准备也不够啊 他们的部队遍及全球 但是战略重心是欧洲 在朝鲜战场上兵力不足嘛 我的意见是 与其坐着等美国人打来 还不如先打出去 是啊 我们不如请苏联出兵 苏联军队武器装备精良 还有空军 这在很大程度上 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资料都发给大家了 回去都好好看一下 知己知彼 稍打糊涂账啊 散会 老鹏啊 来 先去吃饭 有些事咱们单独聊聊 老鹏啊 这是金日诚同志 十月一日写给我的亲笔信 形势很危急啊 美军果然在仁川登陆 已经越过三八线 我们多次通过印度大使 向他们提出警告 不要过三八线 过了三八线 我们就要管 可人家不理睬 执疑要军事解决问题 把我们的警告当成耳旁风 他美国仪仗什么 还不是仗着飞机大炮 还有那个了不得的原子弹 主席啊 朝鲜方面现在 请求我们给他们特别的支援 期盼着呢 我军能够参与他们的作战 如果会议军事 也认为 能够参与他们的队 震 能够变成 家役 把人家 让你 批判 我们 都不能够 要 说 主义社会主义阵营 应该团结一致 共同对敌 珠希 你下决心了 老鹏啊 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呀 一声令下三军出动 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 人名关天哪 人名关系 打得好 那没妈子可说的 打不好 就会危及国内政局 老百姓陷于战乱 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 都没法子交代啊 珠希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有部分人表示担忧啊 打还是要打 不过 朝鲜危机了 我们要是不管 苏联也不管 各槽门前雪 那社会主义阵营 不成立就空话吗 新中国现在困难很多 这是实行 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国 人口众多 人口众多 我们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 无私地援助朝鲜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 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 我们不能让敌人 推到鸭路江边 威胁我们东北的安全 主席 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 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对 金首相这个来信 能看出来 他们呢 很吃美军空军的亏呀 可是我们现在呢 空军还没有搞起来 主席 苏联方面 打算怎么在军事上 来配合我们呢 我们跟苏联方面谈过 斯大林答应出空军 空中由他们负责 地面由我们负责 美国方面有几个不利因素 第一 战线太长 他在全世界搞军事基地 好比十个枝头按跳蚤 第二呢 后方太远 运送物资必须横渡太平洋 第三 不义之战 侵略别国 士气必然不高 第四呢 美国的这几个同盟国 派兵不多 各有利益 心怀小九九 他难以协调 第五 美国依仗的原子弹 也并不是他一国独有啊 苏联也掌握了原子弹 所以啊 不用怕他喝讹诈 喝威胁 打仗吧 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 还是人哪 我们考虑 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 尽可能不给美国 对我国公开宣战以口实 争取把朝鲜问题地方化 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 你这一日 你以为志愿军 谁来统帅 在东北的十三兵团嘛 这大部分 都是四野的部队 当然 林彪同志是最合适的 他现在头疼生病 让他去苏联休养吧 这样吧 你回去好好想想 我给你 一天的时间吗 主席 太短了吧 一天的时间不够 那好吧 我给你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 是 我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 我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 是 能帮我找张朝鲜地图吗 朝鲜地图 好吧 这是傅作义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 他认为应该出兵朝鲜 民主人士尚且如此 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呀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手上是一个烂摊子 所谓百废待兴啊 美国认为 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 在我们的家门口开枪放炮 随意就把炸弹扔在我们的领土上 是可人 说不可人 俗话说啊 破家之万贯 不管这个家有多破多穷 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家 我们有自己的尊严 也有自己的权力诉求 中国人民不惹事 也不怕事 既然侵略者已经打到家门口了 我们一定要站出来 针锋相对兵戎相见 保家卫国 把侵略者赶出去 是 彭老总啊 昨天开会你没有发言 今天啊 来谈谈你的意见 是 如席 昨天晚上回去啊 我也想了一夜 我是想明白了 目前哪 美国侵略军呢 占领朝鲜 威胁着我们的东北 他又控制着台湾 威胁到我们的上海 还有华东 他想发动侵略战争 随时他都能找到借口 老虎嘛 老虎嘛 这老虎总是要吃人的 什么时候吃啊 取决于他那个胃口 要我看 不通着美国 建个高低 要想好好的 搞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建设 这还是很困难的呢 美国人嘛 同我们在朝鲜作战 他立速决 我立长期 他立正规战 我立于 打日本的那一套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政权 有苏联的援助 比起抗日战争那个时候 那不是强多了吗 即使打烂一些坦坦坦坦 无非啊 就等于解放战争 晚胜了几年嘛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啊 逾其完大 不如早打 打完了以后嘛 我们呢 就可以好好的 踏踏实实地 来搞我们的建设了 所以我认为呢 出兵援朝 非常必要 而且不打则已 一打 就必须 要打到底 彭老宗的讲话 置地又生 不愧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 美国的飞机大炮 是比我们多 但是人类的历史 不是大炮写的 我们横下一条心 他打他的原子弹 我打我的手榴弹 关于出兵朝鲜 大大小小的会议 已经开过很多次 为的是统一思想 打得一圈开 免得百圈来啊 从现在开始 不谈打不打的问题 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 经过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 我在这里正式宣布 由彭德怀同志率兵出征 不谈了 不谈 不谈 彭德怀同志 臨危受命 中国人民感谢你 我毛泽东感谢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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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同志们 中央决定 彭德怀同志 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率领大家抗美援朝 我们欢迎 同志们辛苦了 同志们辛苦 彭总好 是 邓华同志啊 久闻大名啊 你是我们湖南老乡当中的 江才 彭总过奖 您一到 我们就有处心骨了 大家齐心协力 副司令员洪学志同志 彭总好 洪学志 我知道你 当年头粮 又数你洪大哥子 后勤抓得好 没错吧 彭总在意了 继续努力 是 副司令员 韩新楚同志 向彭总拨到 贤楚 还记得吗 当年在山北 我不让你打丁边 你是偏要打 胆大猫天哪 不过解放海南岛 你是立着大功的 如果拖到现在 海南岛的麻烦可就大了 立功喽 和彭总比起来 那都不算什么 彭总 您一到 我们一定能打胜仗 大家齐心努力 参会长谢方同志 彭总好 大名鼎鼎 谢铁嘴 谢诸葛 早都听说了 口才好 脑子灵 反应又快 谢方 其实像你这样的 应该跟总理呀 去搞外交才对呀 彭总 当年同在红衣方面军 那段日子 真是难忘了 怎么能忘呢 看看 又跑到一个战号里来了 是不是 您放心 您迟到哪儿 我们就打到哪儿 靠大家 彭总 见见我们的战将 三十八军 少少 三十八军军长 梁庆初 政委 刘细元 梁大雅 部队现在怎么样 装得很好 一声令下 一起出发 三十八军哪 是我们的老部队 有平江起义的底子 是四爷的王牌军哪 希望这次呢 在朝鲜战场上 再创夹击 保证完成任务 三十九军 首长好 三十九军军长 吴信全 政委 徐宾舟 信全同志 这也是我们湖南的老乡啊 我早都听说了 在四爷里边 最能啃硬骨头的 就是你吴信全 是吗 要继续啊 是 四十军 首长好 四十军军长 文玉成 政委 袁胜平 文玉成啊 你们林总表扬你呀 贯彻命令的时候 不当马虎眼 是个能人 碰到挖架了 继续努力 是 四十二军 首长好 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 政委周标 一口吃掉料药香的吴瑞林 好 好样的 希望在朝鲜战场上 再立新宫 是 黄总 这边请 同志们 我呢是一直在一野 在西北打仗 对咱们四野的情况啊 不熟啊 在今后的工作中啊 还是要靠大家呀 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我彭德怀 愿意跟大家一道 在朝鲜战场上 齐心协力 打胜仗 打漂亮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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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啊 来 全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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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啊 我们过来的时候 是从新参谋那边直接过来的 现在 我们要去顺川的话 就得走这条路了 长部长 敌人已经从东线越过了三八线 那我们现在是去顺川 与汤参谋长他们会合 还是直接回新参谋等他们 汤参谋长他们从原山返回 路程比我们远得多 说好的顺川会合 我们就在那里等他们吧 况且人民军队代表也会去 我赞成 沿途啊 咱们可以多了解一些登记的情况吧 一事搞侦查的料 储乱不惊嘛 江大叔 您对这一带还熟悉吧 熟悉 早在抗日的时候 我就在这一带打游击 现在上岁数了 只能搞些后勤工作 我们支援前线 有部队的同志啊 多打胜仗 对了 江大叔 咱们朝鲜的同志 会讲中国话的多不多 部队上不少 老百姓嘛 西州这一带 上了岁数的 差不多都会 江大叔 麻烦您带路 我们去顺川 好的 走吧 请 陆生锋同志 走吧 首长叫你呢 郑润 快开车 走 怎么了 收拾 快上车 敌机来了 快 江大叔 快上车 走走走 快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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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收拾 首长 这条道也可以去顺川 这条路啊山多树多 不容易被敌心发现 好 我们还有时间 就走这条路 陆车峰 说说 刚才怎么发现的 是啊 刚才好险哪 那座山是个制高点 我用外眼镜观察的时候 看到有镜片反光 紧接着就看到了雷大天线 所以敌人一定在山上 射了炮兵的观测所 还有空军的航空地面引导站 他们居高临下 先发现了咱们 可以 不错啊 炮兵观测所你知道 航空引导站你也懂 耳朵也好使 跟名字一样能成风啊 是啊 好险 小鹿出国留洋 上古军事学院 肚子里有墨事 是不简单的 首长表演你了 像一个小山公多人 快去哪儿 不然 他肯定是不简单的 不简单的 有一户 一户 不简单的 下次不正當 我方便去哪儿 我去哪儿 现在的状况十分地危险 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 所以很难在后勤方面 公布保障 北部的几条主要铁路干线 和桥梁都已经被炸毁 火车已经无法完成预输任务 东线情况也很不乐观 一二级公路破坏严重 大部分已无法通过 大兵团机动有困难 炮兵支援也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 抗战时机的战术 打好运回穿插呀 但是粮食 舒泰 马料 功绩不足啊 无法究地解决 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是啊 朝鲜北部地区冬季最低气温 可达零下三十摄氏度 积雪厚达五十多公分 部队必须要做好 预寒的准备呀 同志们 从今天开始啊 我们都是志愿军了 说实话呀 我彭德怀呀 没有多大的本事 确实是呢 廖化当先锋 但是呢 这个笨人呢 他是有笨法子的 打仗啊 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敢不敢打 所以呀 我们大家呀 只要拧成一股绳 不怕强敌 敢打敢拼 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同志们啊 从今天开始啊 我们都是志愿军了 说实话呀 我彭德怀呀 没有多大的本事 确实是呢 廖化当先锋 但是呢 这个笨人呢 他是有笨法子的 打仗啊 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敢不敢打 所以呀 我们大家呀 只要拧成一股绳 不怕强敌 敢打敢拼 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党中央啊 毛主席呢 这回下这个决心呢 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这个责任重大 我们不要把这个美军呢 看得太了不起了 解放战争的时候 几百万蒋介石的部队 那不也是美式的装备吗 最终怎么样 最终他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军呢 当然 我们呢 也不能清理厌 毕竟呢 他们现在是机械化部队 推进的速度也比我们快 所以我们必须要抢时间 各军呢 和炮兵 工兵 后勤部队 要必须抢时间做好准备 总之啊 朝鲜战争啊 这是一场非同以往 任何时候的国际化战争 一句话 草邪没样 边打边枪啊 下面呢 我们请西方参谋长 给我们介绍情况 是 各位首长 我们各部 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 入朝前的准备工作 通过入朝考察 我们发现 西县有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就是交通运输 目前现有的一二级公路 到处是单坑 但勉强还可以通过 而三级公路呢 就根本无法通行汽车 运输只能靠 罗车 马车和人力 另外山区很多 有的地方甚至是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所以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 会有困难 另一方面 是天气将会异常地寒冷 粮草也无法在当地解决 一切的补给 都要靠我们自己 所以说入朝之后 后勤工作 会面临巨大的考验 西方参谋长 到 好 关于朝鲜那边的情况 米介绍得越详细越好 是 非常有趣 术总统 国内军 飞路 as you can well imagine this could be the perfect excuse for the soviets to get involved in the korean war now even more disturbing is that during this incident you launched an operation of troops to cross the 38th parallel general i don't think i need to explain to you that crossing the 38th parallel will be construed as direct provocation of war by the soviets my god man 那我們就希望我們不讓我們一切都是審査的危險 為你的小動作 沒有必要的危險 你不必提出危險 你可能會告訴他們 這是一個避難的違法 好了,General 好,李舟 你一定要回去 你永遠都會 我們导致 那 Stalin和西蘇佛 不會讓我們所有的財務 為你的小動作 我們會看一看 冒险 通信方面现在怎么样 电台密码方面 和亚禄江三个渡口 以及福桥的架设情况 都写在这里面 我们为每个军 专门设置的专用密码 还有电台的配备情况 也都写在上面 谢谢他们长 到 如果我们现在要秘密渡江 二十五万人 利用晚上行动 你估计要几个晚上 最多三个晚上 争取两个晚上 灵华同志 到 如果从今天算起 部队需要准备多少天 才可以入朝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 现有的四个军 应该说已经 基本准备就绪 当然 如果再能多个十天半个月 会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 朝鲜同志反映啊 美军现在推进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如果我们宛入朝一天 那我们整个战线 就等于呢 向后推几十公里啊 我们现在啊 是在和时间争奔夺秒 等我 同志 十天吧 是 就十天 是 彭总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我们还有不分五次呢 在路上 行不起来 我估计十天的时间 恐怕不够啊 同志们啊 我们现在啊 是两条腿啊 在和敌人的四个轮子比赛 在 十天之内 准备二十多万人的后勤保障 这不应该有问题 彭总 我力争 不是力争 而是必须 是 保证万臣荣 同志们前期呢 都做了很多的准备 很辛苦 美军嘛 虽然他现在 推进的速度很快 但是呢 他们也有他们的缺点 有他们的短板 他又是分东西两线并进 可见呢 迈克阿瑟这个家伙 他是目空一切 现在最要命的呢 就是我们的武器装备 和美军比起来呀 这相差得太大了 这样一来呢 我们入朝啊 一开始呢 只能打防御战 黄总 现在美军在朝鲜 整个全境 这个空袭进行的 肆虎鸡蛋 从安全角度考虑 志愿军司令部 能不能够射到 鸦绿江北 对 等马同志 我不同意啊 作为一个指挥员 不在前线 他掌握不了第一手的消息 他怎么指挥呢 您的安全 我们必须要考虑啊 打赢了 就不用考虑安全 仗打得不好 安全还有什么用呢 所以啊 我建议啊 指挥所 不但要建在朝鲜 而且必须要建立在 朝鲜战场的最前线 我们必须要建议 同志们 守战胜利的秘诀 是什么呢 隐蔽 在于呢 突然 彭总 我们已经向所有参战部队 下达了命令 复朝参战人员 一律不得暴露自己的 行动和意图 否则军阀从事 好 就这么定了 说 都说 罗号 准备 写 准备 你们不어야 被罗号 美国人 你能够负责任 我们可以负责任 我们可以负责任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愿意 你愿意 我们应该表示 决定 抗设 我们应该表示 我们应该表示 你必須要說話,你必須誤會 你必須誤會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 這就是誤會 所以,我們只要收到賠償 我們必須快要解決 我們必須快要解決 對,霸氣,而不停 我們必須完全控制 可以控制住的局面 也要是希望有此外面 但记得,我们的反应 和英国遗产的美国 和美国的美国 在澳洲 热门争热门在东方 而在这儿没有什么好处 和中国伙伴们的同时 因此,关于武艺航空支援 告诉他们,我们还没有准备 而,先前准备这个支援 好的,伙伴 Сталин 是的,总裁 Willoughby had this sent over 他等到外面 Willoughby? 他能够送我任何事吗? 这报告说,中国共产党 是在安装了450,000图人 在安装 按照他,有38优众 中国共产党在安装 9-18优众集团在各种 新闻的一约四周 一约三约交加 在安装区内 为何应该是 金子预算打算 开放 join 你必须制作用 即使勇猛是台湾的 对吗 您是正确的,但是你怎么能知道? 那是这样的事情, 国际训练习。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韩国战争上 代表中国共产党会被砍破了 英国共产党的力量。 我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韩国共产党的力量 并不可能会被判断。 我让你解释了些事情, 然后问你一些问题。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力量? 他们有军事吗? 他们有军事吗? 有军事吗? 没有。 他们有军事在地上, 他们有军事上, 他们有军事, 在几个战争的军事。 他们有军事? 他们会军事在饭室。 他们会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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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会军事, 然后会军事! 红尔 MacArthur, 您会这样做的声音, 您应该应该对军事。 尸尔, 虎尔... 尸尔, 尹尔, 尹尔... 尹尔尔。 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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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香港警察到大会 请请请请准备 请请请谈访 高官,高官,请请请 请请请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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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мы можем оказать вам военно-воздушн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но мы, наши летчики, не можем войти в тыл врага если наш самолет будет сбит это может вызвать больш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онфликт станет большой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ой к тому же, Китай сейчас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этапе мир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это может сильно повлиять на ваш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тур战 судья значит,发 애� Cyax что-то мы 있나ращали я предупределю мы будем вступать в условия кachu, зак처 погнали snapshot для них и у которых есть真的 и делать красоту будет подходить к вам чтобы все gevади отб symmetrical ее потиции classroom что пинолог Л chance 迅速地撤离 次日黄昏又能快速打好 工程难度大 但是要克服 到时候一声令下 要确保二十几万大军 能够及时安全地过降 是 保证完成任务 黄总 黄总 毛主席刚刚发来电报 你 是 十月九日命令 暂步实行 十三兵团各部仍旧原地 进行训练 不要出动 请高岗泽怀二同志 明日或后日来京议谈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二十时 请高岗泽怀二同志 明日或后日来京议谈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二十时 请 子龙 黄总 高知姐 请 请 主席 两位舍长到 请 主席 老鹏啊 坐吧 召集通知 老鹏啊 老鹏 老总 坐坐坐坐 你好 老总 出什么事了 苏联老大哥 开始是忙口答应了 他们负责空中 我们负责地面 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 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 说 没准备好 不出动了 不出动了 那怎么办 光靠我们的陆军 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主人作战吗 那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至少啊 我们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啊 一旦战争扩大了 美军轰炸大陆 进攻沿海 国内这个敌人呢 再跟台湾遥乡呼应 主席 到那个时候 我们会很被动啊 还不仅如此啊 民主资产阶级呢 已经害怕战争 一部分人早已经厌战 恐怕会引起一些动荡啊 要打呀 就必须保证能打赢 不打 朝鲜很快就沦陷 再打就更被动啊 老鹏啊 志愿军方面你就先暂停吧 我已经告诉饶术时和陈毅 宋世伦第九兵团暂时不动 仍在原地整训 少奇啊 此事在干部及民主人士当中 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好的 安逸啊 来来来来 你总裁回来了 赶紧去劝金出席 他已经三天三夜被合眼了 今天啊 我超出长运量两倍的暧昧药 也没用 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劝动他 你赶紧去呀 好 爸爸 爸爸 少抽点盐 来来来 赶紧喝点水 我 喝了 爸爸 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 志愿军出国作战 我说我 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 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 也就是说 要多死很多人 十万 二十万 人民刚刚过上好日子 这么多家庭的亲友儿女 奔赴朝鲜战场 如果他们 爸爸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您 但是 没有牺牲 哪来的和平 保卫新中国 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 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 爸爸 只要能换来和平 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底线 主席 我愿意就肯定了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不愿意 我愿意 过度 你愿意 你愿意 bushes 没想到这又跑回北京来了 爸爸 彭叔叔 你们聊 我先回去了 老鹏啊 我想什么原因 你现在也清楚了 依你的看法 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我觉得可以打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 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 你有没有把握 有 周夕 只要我们呢 现在元山和平壤以北的大片山区 打开根据地 一举见面南朝鲜军的几个师团 那就可以呢 先生夺人 固人心 如此朝鲜局势 就可以产生一个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是的 总裁 我从总裁的电报 他还愿意跟您在五号搜索 海岸 他很不忍耐 他会继续三个月的旅程 你只需要一旦旅程 你去吧 船长 你认为我的船长 还好不去旅行吗 请稇竞 请稷竖 您赞 请稷竖 您是习近日 315号 计划 您一定会 даже 每月当时 请稷竖 ata 贡猩 您还是拿来 他要参加 您让他对 他将军报 选了 尤其他 想要 你能ava给他一个更快的航辑 一团文明中的航辑? 他认为与两个国际领导的议会议会吗? 我只是得不理解 为什么 osteonorat出了他早前来台湾 哈ρμαн 一团文明中的丰门会有出问题 他们会决定的错误 要对与北京的通行动 我们可以 amor-korea或不进行东西 As far as a faster plane, he can have his faster plane.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Yes, sir. Mr. President,MacArthur is always acting like a king. If you do fly to meet him does that mean that you admit his special status? Mr. Secretary, 你认为这十年十年了 从 MacArthur在自己的国家 现在世界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况下 尤其是在最处处的情况下 你认为我,总共和他,总共和我总共和我 认为我们应该认为 我们有很多,很多 ideas 我们必须讨论 但是你可以召唤他 或给他一个宣传的领导 那是很严谨的 尤其是他现在他在射程上的领导 但是先生,我必须提醒你 在政治上,他是你的相似 你必须相信我 他永远不会那么幸运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报 美军第一、第二、第二十四师 还有鹰第二十七旅 以及南朝险军的第一师 已经抵达了汉城 以北的三八线上的开城 还有金川 在这里呢,做进攻平壤的准备 南朝险军的首都师 还有第三师 已经抵达了元山 第六、第七、第八师 正在向元山集中 美军陆战一师 现在在汉城 第二十五师 在大田和水源 美军第七师 在大丘和釜山 美军第八集团军 现在在大田 另外呢,朝鲜人民军的两个师 在南部受阻 金城首相呢,目前正在率领 尚能战斗的部队 在三八线做顽强的抵抗 从南部撤到三八线以北的 朝鲜人民军呢 现在有大约五万余人 其一部队大部分都被滞留在了南 南朝鲜,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支援军以一个军 进至平壤东北方面 约两百公里的山岳地区 以其余三个军 及三个炮兵师 位于德川以北的西川、乾川和江界地区 可能会使美军和南朝鲜军有所顾忌 停止继续前进 使我军可以争取时间 加紧装备训练 如果元山平壤两地的敌军 向北进攻德川的一区 我军可以牵制平壤之地 以集中主力歼面 由元山方向来进攻的南朝鲜军 只要见面一两个 或者两三个完整的南朝鲜市 局势就大为松动了 伙军装备训练完毕 集中优势兵力 占领平壤、元山等地 主席 我们二十五万人 过江的时间嘛 大约得需要三天 过去我们在国内所采用的运动战 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后退 不一定适合朝鲜战场 因为朝鲜地面狭窄 敌人暂时还占有某些优势 所以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 相结合的战略战术 明白 主席 彭总身边 现在缺少一名合适的翻译 之前确定的张博恒同志 担任俄语翻译 但他现在接待大批的苏联顾问 一时难以抽身 不行就换个人嘛 这个人选 叫十分慎重 现在啊 咱们入朝还处于保密阶段 所有的相关同志 都应该经过证审 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 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们西北啊 懂讹语的人不少 部队里也有 不行啊 就找一个知根知顶的同志过来 好 我这里啊 倒是有一个现成的人选 主席推荐的人 肯定没问题吧 一会儿啊 叫上我们的翻译 一起吃顿饭 认识一下嘛 不 这个翻译 来头可不小 主席要请吃饭 老总啊 你也一起来吧 也算是给老鹏出国作战 践行嘛 主席 我可来不了 我还要和西北西南几个局的同志 商讨剿匪问题呢 老鹏这一走 西北的担子谁来挑 主席 你有考虑吗 我和恩来少席商量过了 由习仲勋同志 全面负责西北党政军工作 习仲勋同志 在西北群众中很有威信 能扛重任 主席总理未雨绸缪 老鹏你就全心全意地打你的仗去吧 好啊 董事令发话了 我彭德怀不甘有半点怠慢 我彭德怀 临危受命 率部入朝作战 中共中央决定 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习仲勋 主持西北局党政军全面工作 主席啊 您给我请的这个翻译在哪儿呢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哪 黄叔叔 我想去部队 去部队好 你爸爸这是军委主席 跟你爸爸说 宪官不是宪官呀 您是志愿军司令 我当然要找您批准呀 老鹏啊 你不是缺一个翻译吗 我这个儿子 可是俄文 中文 相谈话 长沙话 什么都会说呀 主席啊 你们这父子俩这一唱一和 这是在见我军哪 这叫公司兼顾嘛 主席啊 阿英啊 才从苏联回来不久 又刚刚结婚 我觉得啊 还是留在国内 搞好建设呢 这不也是抗美援朝吗 彭叔叔 您可不能小看我呀 苏联为国战争的时候 我当过坦克联的中尉 我还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 波兰和捷克的战斗 一直打到柏林城下 您要不信呀 您可以到苏联去调查呀 你这个娃娃 你在苏联深造那么多年 学了那么多的知识 和先进的经验 国内啊 现在是最需要的 就是你这样的人才 留在国内帮着搞建设 对国家的贡献这不更大了吗 听话吧 彭叔叔 现在出兵朝鲜 反对的声音很多 做出这个决定 是十分简单的 我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 保驾卫国一步中此 我要带这个头 带头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 彭叔叔 无论去哪儿 我都要求下基层取一线 就是因为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必须要言行合一地 去实现我的理想和信念 彭叔叔 这不仅仅是 毛泽东的儿子 在向您请求 更是一名热血的中国青年 在向您请求 老庞啊 算我提案应向你求行 带他去吧 我说 还行 哪儿呢 没 来 安盈 但是你啊 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哪 只要能当支援军去朝鲜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到了朝鲜 一切要听我安排 是 安盈啊 我的任务完成了 今天这个酒 是壮行酒 祝你们 齐开得上 马到成功 方总 孩子们都已经到了 对 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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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来了 来来来我看看你们是谁 来伯伯看看 你们都叫什么名字 我知道你 你叫彭美奎 是彭金华家的姑娘 对吗 是 真好长这么大了 来说说 你们都叫什么 伯伯 我叫彭正强 伯伯 我叫彭爱兰 我叫彭康志 我叫彭康白 好 好 好啊 伯伯 伯伯 我叫彭玉兰 伯伯怎么能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来 告诉伯伯 这两天在学校学的什么呀 学了一首诗 学诗了 来 给伯伯背背 伯伯 我开始背了 嗯 明月出天山 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 吹渡玉门关 旱下白灯道 胡亏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 不见有人还 好 好 好丁 好 孩子们 你们都来了 可是伯伯明天就要出差了 你们想伯伯吗 想 伯伯也舍不得你们哪 这怎么办呢 小郭 到 来 伯伯买的礼物都拿来 都有份都有份 不要抢 伯伯 我可以用 你也用 给大家分一份 给大家分分 给你个分 给你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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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来 来